是昨天登陆我国海南省的热带风暴巴马所带来的狂风暴雨 而今天它又来到了北部湾东部海面新风作浪 给广东广西等地带来了强降水和大风天气 中央现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警报 受巴马影响13日白天到夜间 北部湾穷州海峡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出现7到9级大风 部分海域或地区震风达10到11级 广东西南部 广西东南部 海南中西部和北部有大雨或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预计巴马将一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逐渐向越南北部沿海靠近 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 可能就离开的时间可能到14号基本上这个风暴的影响基本上就结束了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未来10天14日至17日 我国大部分地区一次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气温将下降4到8度 局地超过10度 气象部门表示 目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 这也促进了巴马的发展 因为冷空气为它注入一定的能量 触发它的一些对流发展起来使它加强 从热带风暴影响来说 我们讲主要它是一个热带的系统 主要应该以降水风为主 我们讲降温的话 下雨的时候可能导致温度会强 但它并不是以降温为主 明日以后 巴马对海南的影响逐渐减弱 区域结束 据报道 穷州海峡已于今天中午解除封航 铁路航班也将陆续恢复 另外 由于受巴马影响 台湾海南等地都相继出现人员伤亡 有关部门正在组织救援 北京台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我国申报的2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成功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至此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此次大会取消了给申报项目数量的限制 共批准了76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申报的端午节 中国传统桑残私之记忆等22个项目全部入围 另有腔年 离足传统防染织秀记忆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记忆等三个项目 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加上此前已入选的昆局等四项 我国目前共有29个项目被列入上述两个名录 是世界上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作为中国入选非移民录的29个项目中 唯一的重大节俗 备受国人关注的端午节 此次也以起2500余年的优秀传统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民族精神 入选非移民录 文化部同时表示 中国拥有非移项目的数量 虽然在全球雄居榜首 但29个数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文明古国来说 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国务院已公布的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都已经列入联合国申报非议项目的预备清单 再见 再见